诗篇78篇第70-72节 又简算他这一部人大位从羊圈中将他召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来的模样 为了牧养自己的百姓亚国 或自己产业以色列 于是他按心中的顺正目让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今天我们会尝试用这三节的经文 这三节的根据我们之前已经在大卫生平分享过 但是今天我们来到大卫生平当中的一半的转捩点的时候 我们再用这一段的经文去理解神在大卫身上带领 因为由今天起来我们会说到大卫的成功 大卫的生平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去理解 接着来大卫的生平会有什么发展 因为实际上现在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去到 素落死的时候就已经是大卫30岁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大卫生平有70岁 而事实上大卫的生平起码 最初五十年都可以用这三节的经文去对比 因为好像在第七节里面讲 由简损他这部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 大卫其实在17岁的时候 神就从羊圈当中去高大卫去祝福他 而事实上在这件事之后 我们在所分享过的《座序溪水旁》里面 大卫去打败过尼亚 接着一直发展下去的时候 接着的十三年大卫都一直被素落追杀 其实在这里值得一提 我在过去当中常常都有个口头时 常常都说大卫被素落追杀几十年 这个要改一改 因为其实大卫是好像约失 是经过十三年的时候成为宰相 好像保罗那样经过大约十三年 因为我们不知道详细保罗是有多少年的时间素质 大约是十三年的时间 被素质成为一个使徒 神夫召了他之后 召差遣中间夹了十三年左右 大约失就是了 就是神夫召他召差遣经过十三年 但大卫也是 由夫召大卫到大卫30岁成为皇帝的时候 中间是经过十三年的时间 由17岁的时候 之后至到三十岁 这十三年里面我们看到神是由 我们所说的 夫召召被差遣的夺忘 这个经历直成就是上行之师这十五篇 所说的一个信仰历程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刻是三十岁人的时候 正好这一篇的诗篇的这三字经文 他可以说出大卫七十岁人当中的前五十年的生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卫其实他生命里面的头五十年 真的好像五秦节 是恩典恩典的 他三十岁做皇帝之后 他自己有的问题也愿意让神去刁夺去处理 但是他五十岁之后 接着的二十年呢 大卫的生平可以说是 在他这个的德性当中 他为自己制造一个的downfall 一个的惨剧 一些的问题 这个我们会接着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问题这三节的经文 可以说诗篇七十八篇这三节的经文 他正好是将大卫他全过成功的过程 和他人生当中可以说最幸福的一个阶段 虽然经过十三年被素罗追杀 但是他有二十年 在五十岁之前成为一个幸福快乐成功的皇帝 诗篇七十八篇第七十至七十二节 由简算他这仆人大为从阳圈中将他召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乃的模样 围绕模样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 于是他按心中的信征目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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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爱恩手 今次我踏华山里 沿途为我解困又 为我冲出困境 耶稣是爱恩手 今次我灵命奋平 陪同共往天国中 让我孤星